山崩海啸般的欢呼声在这一瞬才完全爆发开来,所有的观众们都因为兴奋而战红了面盘,所有的等待、辛苦在他们看来都是那么的值得。 这场决赛已经不能用精彩来形容,而是他们心中永恒的经典了。尤其是最后,霍雨后和王东施展出第四五魂融合剂,冰霜中的独武,光之霓裳,那清国清城的绝色少女深深地烙印在观众的每一个人心头。 太美了,实在是太美了呀,那根本不应该是属于人间的美丽,或许那根本就是光明女神蝶子降临。 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女神,但这一刻他们的女神却似乎都变成了先前那冰霜中独武少女的样子,甚至在很多人心中那绝色的身影已经上升到了信仰的高度。 美丽与强大的结合,光明中的绚烂,这所有的一切,都实在是太过震撼。 天煞斗罗黄金序用力地深吸口气,经自己脑海中不断闪烁的一幅幅景象,重新压制在精神之海深处,高声道。 二二三战法比赛结束,获胜者,十类个学院。 本届全大陆高级浑士学院斗魂大赛,全部比赛到此结束,最终冠军。 十类个学院代表队。 欢呼声在他的宣布中提升到了极致,整个新罗广场沸腾了。 哪怕是在皇城城头之上,很多新罗帝国的王公大臣们都忍不住呐喊出声。 新罗皇帝许含北的脸色看上去一些战红,他的情绪也同样极为激动。 那倾国倾城的身影也同样烙印在了他的内心深处啊。 相比于他,白虎公爵就要平静得多了。 看着那兴雍中的一对少年,他自言自语得道。 钢铁般的意志,未来必成大气。 整个新罗广场已经变成了沸腾的海洋,因为十类个学院和日月皇家混岛社学院两边的队员损伤都太大,以至于不得不将颁奖典礼推迟。 陶铁斗罗玄老第一时间就到了日月皇家混岛社学院这边,拦住了他们所有人。 谁都不许走,先给我的弟子们解读。 玄老的目光冰冷而沉静,在他怀中还抱着黑色凤红火焰闪烁的八小桃。 日月皇家混岛社学院的带队老师,此时还有些不清醒,他怎么也想不到万无一世的比赛, 但最后就这么输了,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得很快。 当他看到那角色身影的时候,孝红尘和孟红尘就被送下了比赛台。 为什么王东和霍玉浩没有伤害孟红尘? 就是为了让他替众人解读。 我的话你们没听到吗? 一边说着,玄老就已经腾出一只手向孟红尘抓去。 等一下,日月皇家混岛社学院的老师赶忙拦在孟红尘身前。 如果可以,他真的想要反抗,他真的不愿意让史莱格学院那些精彩绝艳的队员活下去。 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此时他的心情就像是从高山坠落一般痛苦。 但是作为带队老师,他必须要撑住,也不能不撑住啊。 他不敢,他真的不敢在这个时候去反抗玄老。 孝红尘昏迷,孟红尘重创。 如果不能将他们带回去,他自己就不只是丢掉姓名那么简单了,甚至连家人都会被牵连。 选老,这只是比赛,我们会为你的学员解读。 带队老师勉强压制着内心的悲愤,一字一顿地说道。 选老点了点头,冷冷地道。 哼,最好如此。 还有,把马如龙刚才用的那柄剑给我。 带队老师脸色一变,那不行。 那是我们,日月帝国明德堂出品的八级昏倒器,价值无法顾量。 我就问你,给还是不给? 选老的声音依旧冷硬,也没有什么强悍的气势从身上发出, 但就是这么一句质问却令那位带队老师背后的衣襟已经湿透了。 选老没有去看他, 目光直接落向了昏迷倒地的校空尘身上, 带队老师的声音有些颤抖着道。 选老, 您是一代超级斗落, 难道要一大欺小, 为了我们这些后辈吗? 选老淡淡地道, 老夫还不屑于这么做, 但我怀中的孩子你看到了, 小桃就是受到你们那个魂倒器影响, 无魂产生了变异, 能不能活下去还很难说, 我不会一大欺小, 我会直接找明德堂主那老家伙说事, 这两个是他的孙子孙女是吧, 我把他们带回史莱克学院, 你让明德堂主那老王八蛋到史莱克来找我哟。 一边说着, 他就再次伸手要去抓昏迷的校红尘了, 别, 给, 我给你还不行吗? 带队老师险些咬碎了一口钢牙, 他怎敢让选老将校红尘, 孟红尘带走啊? 被他带回史莱克学院, 回来的时候还能是完整的吗? 和审判之剑相比, 校红尘兄妹对于日月帝国来说, 显然是更加重要。 很快, 审判之剑就到了玄老手中, 在玄老的监督下, 孟红尘不得不通过奶瓶补充魂力, 在精神极度疲惫的状态下, 经受到诸情冰残剧毒毒素侵袭而昏迷的众人一依旧行。 幸好, 因为之前贝贝的子母追魂夺命胆, 也命中了日月战队这边的米家。 孟红尘担心几方队友被毒死, 所以才没有下狠手, 否则他那诸情冰残的剧毒可是有命的。 玄老在最后还是给对方留了个面子, 起码让行转后的贝贝帮米家也解了毒, 并且解决了牛毛毒针的问题。 双方这才算是结了这一战比拼的各种后果。 当然, 这一切都只是表面上的, 至于后一阵会如何, 就不是他们现在关心的了。 新罗广场上热烈的气氛, 足足持续了数个时辰, 在数万士兵维持秩序的情况下, 民众们才渐渐散去。 为了不让新罗城拥挤的情况继续, 新罗帝国皇帝陛下许家伟当中宣布, 最终的颁奖将不对外公开, 有了这条命令在新罗城内的民众开始离开了。 毕竟绝大部分人都不是住在这里的, 而拥挤的环境早已造成新罗城的物价高的恐怖, 没有好戏看了留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 因为史莱克学院和日月皇家混导社学院 在最终决赛上的经验表现, 新皇大酒店的光护力增强了三倍以上, 以免被热情高涨的民众们冲击。 而对于这一切, 霍与昊就根本不知道了。 当他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时, 已经是一厅后的中午。 哦,好难受啊。 咳嗽一声, 霍与昊渐渐从昏迷中清醒了过来, 眼中还有几分迷茫。 他只觉得自己全身发软, 仿佛所有力气都被抽走了似的。 不仅如此, 他全身肌肉还都处于极度酸痛的状态之中, 睡了这么久, 体内魂力却没有半分恢复的迹象。 这种被掏空的感觉, 还真难受啊。 霍与昊倒是没有着急, 神志渐渐恢复。 他发现, 虽然自己的身体透支严重, 但醒过来后, 意识却格外的清醒, 先前发生的一切都在清楚地恢复过来。 他迅速记起了自己, 在决战时和王东战胜了对手的情况。 我们应该是赢了吧? 我们是最终的冠军。 史莱特学院的荣耀, 我们保住了呀。 亢奋的心情, 渐渐令他的眼眸亮了起来, 此时霍与昊才注意到, 自己的精神吃海似乎有了些变化。 凝神那时, 他顿时大喜过往, 精神吃海至少增大了四分之一。 不仅如此, 他的精神力也变得更加凝练了, 就连精神吃海中的金色光芒都变得明亮了几分。 也就在这个时候, 霍与昊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道身影, 粉蓝色的长发, 金色的眼眸, 绝美的娇眼, 还有那层若隐若现的黄金三叉戟, 他真的是光明女神将领吗? 脑海中不断浮现着那拼拼起舞的角色身影, 霍与昊的眼神不禁有些呆滞, 粉蓝色的长发, 发色倒是和王冬一样的, 他不禁想起当初两人一起施展天地之锤时的样子, 那时候两人五魂融合, 混化出了他成年后的身影, 发动至强一击, 那种力量感霍与昊直到现在都还清晰的记得, 那种感觉真的是十分美了, 可为什么以王冬为主导的光之霓裳, 最终却变成了一位绝色少女? 真是奇怪, 光明女神将领吗? 似乎也不太可能吧, 因为那五魂融合剂是以王冬为主导的, 所以霍与昊的感受并不是太深刻, 攻击之后, 王冬更是直接陷入了昏迷, 对了, 王冬现在怎么样了? 当时两人透支的都很厉害, 霍与昊在回想过先前发生的一切后, 立刻想起了王冬, 心头顿时一阵紧张, 他的身体虽然透支严重, 但也只是疲倦而已, 有生灵之精的滋润, 他自身的生命力远超常人, 休息了一天, 他的一切体征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不过这会儿霍与昊也实在是行动困难, 就算他想去看王冬也做不到, 只得定下心神, 催动玄天公恢复魂力, 不得不说, 玄天公这门功法对于疗伤和恢复来说, 有着很好的作用, 刚开始运行的时候, 因为霍与昊体内几乎没有魂力残余, 只有意念按照平时修炼的路线去感受, 但是, 不过三个周天之后, 就开始有丝丝缕缕的魂力, 从四肢百害中被压榨出来, 在他的催动下开始运行了, 有了魂力, 一切自然就都不同, 霍与昊勉强让自己盘膝做好, 凝神内势, 全神贯注地运转起自己的魂力, 玄天公魂力不只是恢复着他的力量, 同时也滋润着他的身体, 孙长的感觉伴随着魂力的运转好多了, 霍与昊没有看到的是, 自己额头上那只生灵之眼, 悄无声息地张开, 充满生命气息的淡淡绿色, 悄然滋养着他的身体, 等他再从修炼中醒过来的时候, 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傍晚了, 用力地舒展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霍与昊顿时惊喜地发现, 自己的魂力要有了长足的进步, 已经要接近于二十九级的门槛了, 这固然是和他勤修不错有关, 但更重要的还是在那生死之间对于自身潜能的刺激, 不过这会儿他可顾不上高兴, 担心的事情太多, 跳下床换了身衣服, 甚至顾不上梳洗一下就冲出了房门, 霍与昊下意识地就想去王东房间, 但他很快意识到还有更重要的事, 所以就直接敲向了王岩的房门, 门开了, 当霍与昊看到王岩时, 发现王老师眼圈发黑, 脸上尽是眷容, 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王老师, 您这句, 玉昊, 你没事了, 身体状况怎么样? 看到是他, 王岩明显精神一阵, 霍与昊急忙问道, 王老师, 我姐姐他怎么样了? 他呢, 黑色凤凰火焰, 王岩眉头顿时紧皱, 沉声道, 很麻烦, 昨天比赛结束, 我们获得了最终的冠军, 回来后, 玄老就开始帮小桃压着体内的黑色火焰了, 那黑色火焰的整体力量, 虽然还远远不能和玄老相比, 但却急剧任性, 玄老几次将他压制住, 但他却又立刻钻出, 小桃的神职, 始终不太清醒, 这次的麻烦, 确实是相当不小啊, 等领奖之后, 我们要立刻赶回学院, 用学院的资源, 为他治疗, 你先进来吧, 一边说着, 王岩经获语号, 让到房间之中。 请不吝点赞 讨论,